圣经在婚姻中的作用 因为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婚姻都必须以神为中心 植根于神的话语 特别是在处理婚姻生活阶段或周期的动态变化方面 提摩太后书3.16分教导说 神的话语具有有益健康和有用的权威 诗篇一冒号1-3教导说 幸福和成功的唯一源泉旨在于神 一方面 圣经从未告诉一个人与某个特定的人结婚是他的责任 是否结婚与谁结婚 都是神的许可旨意的一部分 无论一个人要与谁结婚 神都允许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 另一方面 善良 忠诚 和幸运的美德要求 如果他说服某人嫁给他 或同意嫁给某人 他必须知道 这是一个终生的承诺 而且要把已经结合在一起的分开 将是非常复杂的 他必须迈进终生要面对的后果 这意味着他不仅要维持婚姻 还要继续参与婚姻 他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为与他结婚的人做到最好 作为有罪的人 丈夫和妻子没有能力给予对方最好的 因此需要神的话语 来使他们能够按照神的设计来过他们的婚姻 圣经记载 关于神命令被他创造的人的方式 有一个深刻而令人惊奇的原因 整本圣经都对此进行了评论 如果一个人要找到他 作为人类的存在的满足 就必须遵守这个原因 他的命令是 男人和女人在婚姻中的结合 异性恋和异夫异妻制 耶稣在马太福音中明确重申了这一戒命 除了以上的解释外 圣经还传达了丈夫和妻子的角色 丈夫需要在基督里成长 彼得后书 13-11 爱妻子 以福所书 523-33 不可苦待妻子 哥罗西书 38 教导妻子神的话 以福所书 526 能够领导 保护并供养妻子 哥林多前书 11-3 妻子必须在丈夫面前前呈 提摩太前书 20 尊重丈夫 以福所书 522-24 帮助丈夫 创世纪 28 爱丈夫 提多书 24 诗篇127 比1强调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因此 通过祷告 感恩和敬拜 实时将神呈现在家庭中 是非常重要的 在婚姻中必须这样做 这样双方的爱情 才能持续维持 并良好发展 每一段婚姻 都应该记住神 不仅在遇到困难时 来到神面前 而且必须在任何时候 都这样做 这是建立一个家庭的主要基础 使其兼顾牢固 只有神 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都可以成为一家之主 妻子必须顺服神 丈夫也必须顺服神 如果你想在家里做决定 你必须问神 如果你以神为一家之主 就可以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 这样 婚姻才会健康 和谐 健康的婚姻 建立在几个因素之上 友谊 安全 保障 爱 激情 承诺 尊重和信任 健康婚姻的特点是 夫妻双方有能力协商分歧 和解决冲突 并且不存在家庭暴力 和谐 和谐的婚姻是夫妻双方都成熟 互相信任 互相尊重 拥有共同的理想和理念 共同生活的婚姻 他们必须给予对方身心安全感 避免紧张 丈夫和妻子 有很强的内在联系 可以将他们与配偶联系起来 忠诚的爱情 使他们的婚姻和谐 丈夫和妻子互相尊重 以此表达对建立自尊和成功的关注 因此 要求夫妻双方 诚实 开放 宽容 喜受 喜付出 不独营 圣经为维持家庭和谐 提供了各种建议和命令 包括始终努力了解彼此的情况 希望理性的事情 明智地做出决定 保持真实的价值观 以及远离各种形式的偏差 努力创造家庭生活的和谐与平衡 圣经还展示了 丈夫和妻子如何互动 按照神的话语生活 如以福所书 522-31所示 彼得前书 31-7 和哥林多前书 71-16 13 全容根 永空框 还写道 基督教信仰 是一种相信圣经 按照神的话 生活的生活 是一种以圣经为基础的信仰体系 和家庭 美国福音派基督教家庭的信仰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the Word Faith among American Evangelical Christian Families 一文指出 对福音派基督教家庭的采访中出现了一致的主题 表明他们的信仰如何影响婚姻关系 以及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 这些家庭认为福音派基督教信仰的特征 例如依赖神的话语以及与神的个人关系 是建立和维持健康关系的基础 圣经的作用在这个福音派基督教家庭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 魏斯里 Wassley也有类似的观点 他相信一个人通过神的话就能认识神 那人对神的认识和对神话语的理解 将塑造他的心、灵魂、思想和力量 走向圣洁 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灵性的根本源泉 但它也是人类辨别基督教团体中所有灵性真实性的世金石 圣经的灵性使人能够体验无限的神 全永根 Yong Kong Kong 表示 夫妻的信仰始于相信圣经中的神 并通过按照神的话语形式而成长 所以 信仰必须植根于福音 从福音开始 在圣经中不断成长 已婚夫妇一起阅读圣经 将能够改变他们的婚姻 使他们团结起来 唤醒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同样 根据杰基L.斯莫伯恩斯JTL. Smallbones的说法 阅读圣经 研究圣经 甚至教导圣经 对于健康的基督徒生活非常重要 神学家指出 圣经赋予婚姻关系深刻而独特的神学意义 婚姻反映了神与人之间的盟约关系 即神与他的子民以色列之间 基督与他的教会之间的爱与信实的关系 大卫 克拉克 David Clark说 丈夫和妻子在婚姻中 必须以基督的爱彼此相爱 丈夫和妻子 必须各自与神联系 并在精神上 与配偶结合 他们把神置于他们关系的中心 并以夫妻的身份 与神更加亲近 巴纳 巴纳的研究强化了作者的假设 巴纳表示 总体而言 任何与圣经的接触都与人际关系和精神成长 成正相关 查尔斯 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对圣经和婚姻的看法 从小就受到祖父母和父母的熏陶 查尔斯和苏珊娜 于1856年1月8日结婚 婚礼反映了他们最深的信仰 并宣读了丰富的圣经和宣言 对于查尔斯和苏珊娜 斯布珍来说 圣经学习和祷告 标志着他们婚姻的开始 并支撑着他们度过一生 他们的婚姻 以圣经为基础 忠实的祈祷 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种精神上的伙伴关系 男人和女人都被呼召去爱神 这是他们的首要义务 爱神包括使他们的愿望 与神的旨意和目的保持一致 已婚夫妇通过基督的爱经历 和感受到神的爱 并且能够爱神和彼此 真正的基督徒婚姻 将反映基督与会众之间的关系 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 然后 丈夫爱他的妻子 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妻子快乐地顺服他的丈夫 就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 爱和顺服这两个要素 在一段关系中是不可协商的 神希望爱能够激发整个人类的生命 生命纪六五 立位纪十九十八 马太福音二十二三十七杠三十九 和哥林多前书十三 尤其是在婚姻生活中 人们相信 只要有爱 就会有平安 圣经说 丈夫是妻子的头 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 丈夫必须爱他们的妻子 就像基督爱教会 并为妻子舍己一样 保罗将基督徒丈夫对妻子的权威等同于基督对教会的元首地位 正如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 基督徒丈夫必须更加重视妻子的生命和福祉 而不是自己的生命和福祉 如果丈夫以基督对教会的爱作为爱妻子的榜样 那么他就会牺牲地爱她 基督为教会舍己 因此 因此 丈夫在爱中将自己奉献给妻子 真正基督徒的爱不求自己的利益 哥林多前书 十三五 这意味着她不是自私的 如果丈夫顺服基督 并被圣灵充满 她就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 并付出代价 以便在家中侍奉基督并荣耀她 丈夫的爱也是一种使人成圣的爱 成圣这个词的意思是分开 也就是说 丈夫和妻子必须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优先考虑他们的配偶 在婚姻中 丈夫的财产归妻子所有 妻子的财产归丈夫所有 丈夫对妻子的爱应该洁净他们 使他们都变得更像基督 甚至他们的身体关系 也必须由神安排 以成为精神丰富和个人快乐的一种渠道 哥林多前书 七三杠五 丈夫不能为了自己的快乐 而利用妻子 而应该表现出互利和洁净的爱 当基督成为家庭的主时 婚姻的经历 就是一种不断成长的经历 爱会扩大和丰富 而自私则相反 丈夫对妻子的爱是一种牺牲和神圣的爱 但也必须是令人满意的 在婚姻关系中 夫妻成为一体 因此 配偶所做的一切 都是回报自己的 一个爱妻子的男人 其实也是爱自己的身体 因为他和妻子是一体的 感情必须是夫妻关系的主要元素 在基督徒的家庭中 不应该有对爱的渴望 因为丈夫和妻子应该彼此相爱 这样 他们的身体 情感和精神上的需要 都能得到满足 如果双方都顺服神病彼此顺服 他们就会感到非常满足 而不会受到诱惑去其他地方寻求满足 一方面 丈夫被要求以基督对教会的爱来爱他们的妻子 另一方面 妻子也被要求顺服他们的丈夫 在基督教婚姻中 当妻子将自己交给基督 并让他成为他生命的主时 他将毫无困难地顺服他的丈夫 这并不意味着他成为奴隶 因为他的丈夫也必须顺服基督 两人都生活在基督的主权之下 因此他们的家庭充满和睦 魏汉中 Paul Gennady 认为 服从是组织或协会成员的必要条件 没有服从就不可能创造和谐 顺服是神给妻子们的准则 让他们能够继续共同生活 顺服的目的是为了持久 和谐 因为没有人顺服 就不可能实现顺服本身 顺服是受神本身限制的 妻子不能为了顺服丈夫 而违背神的旨意 作者认为 基督的爱应该体现在 基督徒丈夫和妻子的生活方式中 基督的爱包含弟兄之爱 道成肉身的爱和开放的爱的特征 基督之爱的这些方面与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有关 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基督的爱作为活生生的见证 夫妻之间的关系得到加强 安东尼斯 Sary Antonius也有类似的理解 安东尼斯说 在进行婚姻生活时 顺服 爱的要素是夫妻 必须始终坚守的基础 顺服和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的形象 因为耶稣的爱 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并死在十字架上 以拯救他的会众 服从和爱是同意见识的两个要素 即无私的屈服 这是幸福 持久和稳定婚姻的基础 根据诗篇第一篇 作者认为 健康且合乎圣经的婚姻 必须有诗篇第一篇 所描述的生活模式 在神的帮助下 夫妻在选择交往对象时 非常有选择性 神的话语 应该是他们最喜爱的 并且昼夜思想的 为了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夫妻必须将他们的生活 建立在神和他的话语之上 只有神才能满足他们 最终夫妻关系不能满足他们 唯有神能满足他们 夫妻无法通过追求快乐 自我实现或以自我为中心的目标 去实现满足的 只有建基于神 并服从他的话语的生活 才能带来真正的幸福 这就是诗篇第一篇所说的 太瑞林恩 安德伍德 Terry Lynn Underwood说 关于婚姻 世界有很多话要说 但圣经的说法 却截然不同 圣言揭示了婚姻盟约的关系 以及神对夫妻忠诚于婚姻誓言的重视 诗篇第一篇提醒夫妻 基于已知的圣经真理 去拒绝世界对婚姻应许的重要性 丈夫和妻子 在婚姻中 可以做出的最好的投资之一 就是植根于神的话语 请不吝点赞订阅